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学荣江 时隔半世纪美日两国领袖峰会 联合声明再度列入台湾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日本必须正视一旦台湾有势的应对方法 那日本自卫队可能采取三套剧本 包括对美军的后勤支援 集体自卫权行事武力 以及发动个别的自卫权等 那其实台海一旦有事 日本有可能置身事外吗 还要被这自身的宪法限制住吗 习近平今天在博鳌论坛开幕演说 呛美国动辄对他国一指气使 不能把一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 这不是在打练自己吗 日本自卫队宣布五月将和美法联合军演 这是法国军队首度在日本境内军演 面对多国军事同盟的态势 中国呛下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代表什么呢 要派航母出来互别苗头吗 但是辽宁号连续四天在南海徘徊 引发外界高度好奇 难道是抛锚吗 从美军拍到照片影片 现在定点的高清照片都出来了 辽宁号一动也不动引来围观 美军三艘驱逐舰赶来一探就近 快变成辽宁号的护卫舰了 被嘲讽海上裸奔 俨然成了美军的打卡点 辽宁号出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不进港呢 那中国现在只能叫民众闭嘴吗 西方企业家创业故事 童话故事通通不能看 只能读习近平思想 传出温家报曾对习近平料话 说该说了都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现在追忆母亲的文章遭到封杀 中国监控无所不在 海底捞加拿大分店 每桌装两具的监视器 影像回传中国 那台湾的呢 华为秘密大曝光 十年前就监听荷兰总理 阁员的通话 最新情绪的发展 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嫁来宾在我右手边的律师 民进党立委张蕊雄 中将好 国家博士大好 再是民进党前立委林静怡医师 中将好 大家晚安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军事专家游申勋 主任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员李明贤 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米宽 中将好 大家好 在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先来关心 美日峰会声明把台海纳入其中 中国呛吓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不过 美日台三方各有准备 国军周五要进行八天七夜的电脑兵推 美日发三国也将在五月份 要进行联合军演 美日峰会声明 二路台湾 外界预期中国会用强力军事行动回击 不过 美日台三方也有所准备 包括国军将于本周五 决心事上最长八天七夜的电脑兵推 下个月 美日发三国也将在日本的 五岛演习场实施降落与登岛演习 日本扩大和盟国合作早在2016年制定安保法案 松绑集体自卫权禁令并扩大权限 若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无力攻击 或威胁日本存力 国民权力遭颠覆 有明显危险事态时 自卫队可依据安保法制的重要影响事态法出兵 其中危险事态又分为三种 包括可提供美军支援的重要影响事态 有条件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力危机事态 以及可发动个别自卫权的武力攻击事态 不过造成区域紧张的元凶正是习近平政权 特别是近来 辽宁舰在西太平洋演训 金州号跨越海峡中线 军机老台更没停过 用灰色地带冲突步步逼近 国军避免主动开战的同时 也得慎防备 铲石进吞 台海军事进入全新篇章 台湾得小心应对 我们看到美日领导人上周发表的联合声明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那美国国防部呢 昨天就说了 美国人致力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这是历任政府都在做的事 同时呢 没有人乐见台湾议题会引发冲突 那美国呢 其实现在跟日本都做好准备哦 因为中国呛瞎了 他们警告 中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所以要请教宽哥了 现在整个态势是冲突一触即发吗 目前在整个太平洋的一个西岸 所有的各国都在这个地方做角力 一个角力接着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中间的联系度 一一的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 一场美日元首的一个峰会 看得我吓出一身的冷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台湾议题 台湾海峡议题 知智未提 大家想说 怎么会跟整个原来的一个脚本都不一样 结果各位 你知道暗装出现在哪边吗 暗装出现在整个开完会之后的联合记者会 原来记者是暗装 这个时候有一个记者就出来问了 那有关于台湾跟台湾海峡的问题是如何呢 这个时候菅义伟他就说出来了 他就说 目前美日双方针对台湾海峡的和平发展跟稳定 非常非常的在意 然后后面呢 白纸黑字写在标准的一个条约当中 这个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那各个国家都有所谓的一个亲中派跟反中派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台湾有亲中派有反中派 日本也有亲中派跟反中派 结果各位还记得吗 星期天会开完 星期一早上 日本当中 哇 四篇的日本的报纸 通通都头条 对不对 可是这头条当中 中江你知道吗 这里面有猫腻 有什么猫腻呢 朝日新闻说什么呢 朝日新闻说 哎呀 这个台湾海峡跟南海跟东海的议题 是美国硬塞给日本的啊 我们日本完全都不想要啊 这个时候呢 朝日新闻 那朝日新闻这时候他的心态就很清楚了 他是在怎么呢 他是亲中这一派的 结果各位 今天星期二 今天早上的报纸更精彩了 今天早上报纸出现什么呢 我们来看哦 美日峰会之后 这个是日本的独卖新闻报导 日本独卖新闻报导当中 他就写得非常清楚了 第一个 美军可能为防卫台湾进行反击 那当然美日是安保条约嘛 当美军出动之后 日本可以做什么 所以日本的独卖新闻就分析了 日本的自卫队 可以根据三种行动 第一个 如果我们不参战 我们可以提供燃料 提供补给 提供后勤 提供资源 也就是说 美军在打 日本他不打 他就提供在整个做后勤补给的部分 但是 如果有到第一个状况叫做存亡危机事态的时候 什么叫存亡危机事态呢 日本的本土 日本的领导 跟日本相关诸国 有产生危机 产生了经济上的一个安全 他们可以动武反击 那如果说出现了武力攻击事态的时候 那直接不用说了 这个是最严重的 直接可以动武反击 但有个弹书 弹书是什么呢 出动必须要获得国会的一个许可 所以这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 难怪每次蔡英文总统都是接受独卖新闻的一个访问 原来日本的新闻跟台湾的新闻一样 你要两个新闻把它看完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细节在哪边 但重点是在于 这是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成为亚洲当中 现在最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动乱之源 成为整个亚洲当中 大家都觉得 哇这个国家很麻烦 可是这个国家现在还是持续的霸道 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 第一个过去台湾大家都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他飞机天天都在西南地方 在那边摇来晃去的 最近荆州号还直接越过整个海峡的一个中线 台湾人最近已经因为美水的问题 头很大了 还要烦恼这些中国他们的文攻武后 但就目前来说的话 这一次假日当中 美日高峰会两国之后 坐下来谈完 白纸黑字写完之后 我们目前可以发现一点 因为我们台湾太重要了 日本不敢直接讲台湾 但是他写的是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有事的过程当中 过去美日安保条约只到与纳国岛 现在台湾海峡纳入美日安保条约当中 所以当真正有事的时候 我们台湾不是孤独的 有人会跟我们站在一起 因为中国不断的喊备战 所以现在美日的宣言 是不是做好准备 只是说日本自己 是不是还陷入犹豫呢 那日本秘密他有讲了 台湾有事 日本的自卫队出动 他们有三套剧本 包括发生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后勤支援 那再来就是有条件进行反击 再来第三个就是依自卫队全力反击 这是有这个阶段性有步骤 要请教范老师了 现在日本对于这整个的趋势 他们会认为能够置身事外吗 特别是台海一旦有事 那日本有可能说跟他们无关吗 那现在日本他们内部 是有在陷入所谓的犹豫的情况吗 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日本的自民党是执政党 可是日本的自民党一直 非常从二战以后 都叫派伐政治 各种不同派系 例如说我们看到安倍晋三 他叫戏田派 那他的派系跟 他是比较这个反中亲美的 但是现在呢 自民党的干事长 等于他的秘书长 叫做二阶俊博 他确实非常轻忠的 对非常轻忠 所以我们要在 光是这一次的这个 美日的这个高层会谈的 这个决议把台湾放进去 据了解 二阶是非常反对的 他甚至一直希望能够促使 习近平在疫情之后 能够到日本来访问 其实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他又积极在操作这件事情 因为他跟这个中国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好 那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 基本上这个目前的这个 首相菅义伟 他的专长是内政 不是外交 那基本上 现在整个的 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美日能够把台湾放进去 最大的功臣 还是安倍晋三 安倍还是目前 他主导了整个的 这个菅义伟内阁里面的外交政策 更不要讲他的弟弟 岸信夫 是防务大臣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整个这个 其实安倍在 他在佛防上的重视 是超过任何一位 这个首相的 大家记得 2007年 日本把这个防卫厅 提升为防卫省 那时候首相是谁 就是安倍 那因为我们知道 二战之后 日本是叫做和平宪法 对 他没有军队 他只能叫做 一开始连智慧队都没有 叫警察厅 是 警察负责安全 后来因为冷战 1950年韩战爆发之后 冷战的格局出现 美国要求日本 你要有智慧队 才有智慧队 一开始叫智慧厅 那他到了2007年 安倍很努力 他2006年担任 第一次担任首相 创架日本最年轻的首相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防卫厅 提升为防卫省 等于是部会单位 增加援额 增加编制 就像我们的国防部就对了 对 那他第一任做的是 后来 他后来因为身体不输 身体啊 这个身体出现疾病 他后来2007年卸任 到了他第二任 是2012年12月 他重新担任首相回国 他任内做了几件事情 很重要 第一个 2014年 大家最近看到了 岸信夫 他弟弟去了宇纳国岛 2014年 他首先规划在宇纳国岛 设立雷达战 驻军 那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宇纳国岛 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 平常肉眼看到到台湾 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吗 2018年3月28号 那个时候的天皇 叫做名人天皇 他这辈子没来过台湾 他的爸爸 御人天皇来过台湾 所以他那个时候 卸任之前 到宇纳国岛 看着台湾 他说 我能够看上一眼 内心就开心 所以你看名人天皇 是非常关注台湾 好 那这个宇纳国岛 当初把他军事化 要塞化是谁 就是安倍 好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2016年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 什么三个发生状况 一个是提供美军后勤资源 一个是有条件进行反击 再来第三个是意料到自卫权 权力反击 权力反击 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状况是谁设的 是安倍 也是2016年 他修改了安保法 而且他强调就是说 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 如果遭受到武力攻击 威胁到日本的存力 就日本的存亡 我们就有这三个标准 要嘛提供美 如果这是最低层的 这个协助美国 就是进行协助美国的反击 第二个位阶就是 我们基于集体的这个安全 集体的自卫 我们心思武力 再来就是我单独心思武力 那当然这三个要看 那范老师 这是不是算是一个 自卫队突破宪法的限制吗 没有错 这个就是从一个只是自卫 他变成我可以出击 包含在安倍热内 他们也参许了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所以我必须要讲 安倍从2006年当首相 到今天为止 已经14年 这14年当中 他两任担任首相 两任强化日本的国防 好那这一次更重要就是 好我们看到 虽然他已经可以走出去了 可是他对于台湾 如果发生问题 日本态度是什么 一直还是暧昧的 他都是讲周边有事 周边有事 但日本哪边周边会有事 除了台湾没有别的 不可能嘛 韩国有事也不关心他的事啊 所以这就是变成说 这一次的美日的这个 包含是这个拜登跟这个菅义伟 他们把台湾放进的共同声明 就是让自卫队拿到了门票 开了绿灯 也就是未来 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的话 日本的自卫队是可以出兵 协防台湾或者支援美军的 所以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关键 那么多媒体都在关注 那范老师有可能说在台海发生有事的话 日本有可能自知不理吗 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我觉得从这个 从这次有共同声明出来之后 日本自卫队这变成是他的一个任务了 所以他不可能置身事外 不可能置身事外 然后未来美军跟自卫队之间 他们的想定 就要把台湾如果遭到攻击 或者南海台湾的岛屿 把太平东沙遭到攻击 那日本要扮演什么角色 这就要列入他的沙盘推延了 人都嘴巴说一说嘛 现在是怎么样 做而言必须要起而行 那其实还不止日本跟美国 还不含澳洲 澳洲有时候我们看为什么 现在连这个澳洲也会加入 因为它是南海问题 所以我必须要讲 大家不要以为说 安倍在这个宇纳国岛设置军事基地 好像很容易 大家搞清楚 琉球群岛包含云纳国岛 是二战时期 日本唯一遭受到武力攻击的领土 所以他们这些民众是非常反日 非常反这个军队 反战 反战的 大家还记得 这个1975年那时候的 就现在已经协认了名人天皇 他那个是皇太子 他到沃沃沃琉球去巡视 被当地的民众丢牛奶罐 丢汽油弹 他们认为我们当时在琉球 我们帮你们日本挡子弹 琉球群岛那个战役是非常惨烈的 日本本土当然也被轰炸 但是没有登陆 美军唯一登陆是琉球 所以琉球当时 大家知道还有 大家有去琉球 有个悬崖 当时在琉球的女子高中生 全部跳崖自杀 所以为什么他们担心被 那凡老师 现在自卫队如果说有这样的三套剧本 会不会引发他们国内有些人反弹 所以我说安倍他当初要在这个 包含在琉球群岛 包含在宇纳国岛 他要部署这个自卫队 还有包含像燕美大岛这些岛 那个是要克服他们内部的民意的反弹 可是他做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爱信界到了宇纳国岛去 旁边大家注意 有自卫队还有美军 所以表示未来宇纳国岛 他现在准备把它扩大 除了现在雷达战 要扩大它的征收范围 那这个征收范围就包含台海了 所以这个东西 未来这个情知可不可以共享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 就是说云纳国岛 当然民众当然是不太希望 这个自卫队 可是基于日本跟台湾的安全 因为大家知道云纳国岛的人 他们过去在日治时期 他们看病是去花莲看病 去花莲比较近 因为往北走又要上千公里了 对他们实际上距离 琉球的距离都还非常远 所以我比较想的是说 就是云纳国岛他们觉得 台湾的安全哥他们是存亡死寒 他们现在也愿意接受 自卫队在那边部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可以说整个情势 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准备 是好 这个范老师已经清楚说明 日本自卫队的来龙去脉 所以现在呢 日本的自卫队 是不是已经突破 以往限缩的角色呢 来瑞德哥 因为日本的自卫队也宣布 五月将和美法联合军 连法国军队都要加入了 所以整个的情势 是不是已经完全转变了 事实上呢 那么日本呢 这些年以来 尤其是去年到现在呢 已经跟很多的国家呢 进行这个联合军演了 那美军当然跑不掉 那么紧接而来 法国啦 还有之前印尼啦 还有好多的国家啦 在这个南海这些地方啊 那么有好几个国家一起军演 有日本跟单独的国家 一起军演等等 都告诉大家一件事 日本很在乎 在乎什么 尤其是以中国为主啊 最在乎的事情是 就是刚刚大家一直在讲的这个云纳国岛 那么云纳国岛事实上呢 那么中国曾经用这个民间的企业的力量呢 买下一块地要做所谓的度假村 从那个地方看台湾 111公里 那么也就是这一次 包括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呢 安庆夫呢 他说台湾在哪里 被遮住了 那个地方 平常的好天气的话 就可以看到台湾这样子啦 所以呢云纳国岛非常重要 那么日本所做的事情 包括在云纳国岛 包括在冲绳等地方征兵 不要忘了 下半年的时候呢 日本只有15万的这个陆上自卫队 有14万要投入一项 非常重大的演习 这还不包括他的海上自卫队哦 海上自卫队会投入更多 还有一个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计划 是什么计划呢 那么日本啊 以前他的首要的敌人 是北韩跟北方的俄罗斯 还有个北韩 现在他的首要敌人成了中国 你知道吗 成了中国为什么呢 日本为了中国 甚至于把他的这个 所谓的12式反舰飞弹 他的射程从100公里 增程到200公里 到明年要增程到900公里 甚至于突破到1500公里 而且呢 包括陆基发射 包括船舰发射 空中发射 三个立体 三D立体 都能够发射他的飞弹 为了让他这个 所谓的日本版的战斧巡运飞弹 最快明年就全部完工 你知道吗 他这个日本版的战斧巡运飞弹 为了让他射程更远 他们甚至于直接打造 另外两艘神盾级 全新的驱逐舰 要把这个12式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以后 出海以后 我的射程是不是更远 我现在就可以打到很多国家了 但我以后射程更远 你就知道日本人 日本人把这个中国呢 现在已经当成了 他的前三号假想敌之一啊 那么宫古海峡呢 过去日本的这个12式反战飞弹呢 射程100多公里而已 保护住我们自己本身 这样子就好了嘛 现在不是 现在包括我们台湾 台湾呢 就是因为那么中共的 不是飞机啊 还是这个等于说军舰的 从他们绕来绕去嘛 所以呢 当我们特别在宜兰的 那么东奥领的上面 放了一个雷达战 刚好跟日本成为一个基角 也就是两个雷达战 刚好都在看这一块 供舰一进来我就知道 供舰一进来我也知道 防空飞弹 我包括台湾的防空飞弹 放到东北 也放在那个地方 那日本也是 要把12式也是放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雷达跟飞弹都对准了 那么有可能会经过 这个地方过去 他那个等于说 挑选的这个中共的舰队 跟他的机队嘛 那除此之外 为什么日本那么紧张 为什么日本人评论说 如果台海发生这个战争的话呢 日本也不能置身事外 中国共产党很好笑 为什么 他最恨也最怕什么台独 还有包括港独 江独 藏独 对不对 但他私底下去的鼓动 流毒 流球独立 你绝对想不到了吧 流球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在广西 而且还运用到很多很多的 包括民间 甚至于包括黑道的力量 连台湾的黑道力量 就是故意给日本冲康咯 就是要让流球独立 你知道吗 从日本脱离过去 那他的意思是流球是二战的时候 美国托管给日本的 流球本来这是个王国啊 那为什么不能独立呢 他们的大本营 中共大本营其实在广西 然后用这样民间的力量 一直在鼓吹鼓吹流球要独立 脱离日本而独立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你不要忘记钓鱼台 对中共来讲钓鱼台 不过是一个无人小岛 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的利益庞大 可以打开他整个冲上 那个整个太平洋的 这个相关的管道嘛 所以呢 事实上呢 这是非常矛盾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新竹乐山的 那个山顶上面 有个乐山雷达嘛 今天最新的消息 终于证实国防部 要在我们的南部 也就是我们对面 庄瑞雄委员 他的选区屏东 盖一个南部的 长城预警雷达 那不是大汉雷达 大汉雷达是本来就有了 大汉山雷达是 1968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美军建议 我们在那个那样盖的 那因为它比较老旧了 它可以看 它可以看 但是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它动不动 就到我们西南部 来 拉拉拉去 针对西南海运 对 所以你未来新的雷达 会把整个南海 全部拉进去 你把它想象成 只比我们的 新竹乐山扑爪雷达小一号 但是可以把整个 南海全部弄进去 现在因为过去选 这个地方是选在 衡春半岛的李龙山 那到底是在李龙山 还是在大汉山不知道 大汉山本来就有一个了 但是呢会不会在扩建 还是在里龙恒春半岛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你有骑摩托车开车到 这个等于说加落水的话 你就知道 从鹅兰比到加落水的山路 有没有 就可以看到好几颗雷达嘛 包括气象雷达 也包括海巡署的雷达等等啊 所以呢 以后会有个大型的雷达 专门放在那个地方 看他所有的地方 那中共呢 也就是因为他一直绕一直绕 所以包括我们本来在南云绿岛 没有的飞弹防御系统 现在英式飞弹已经从东部 到这个南云跟绿岛 各有相关的英式防空飞弹 也放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呢事实上不管台湾也好 不管日本也好 那日本因为他打台湾 他绝对不会说要打台湾就算了 所以会殃及日本 所以日本自己本身也要保护自己的 相关的领土跟他的完整 所以他也是那么紧张啦 所以对台湾来讲 那么我们形成一个一条锁链 一个犄角 那么彼此都是有好处 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 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这个台海一旦有事呢 日本是不可能置身事外 其实说现在关键就在于 自卫队的角色 四比星跳脱过去的限制 要请教我们的军事家 邮升区来 升区说怎么看日本自卫队 所设定这样的一个三套剧本 那包括他们日本的国内 会不会反弹跟反对的力道 会很大呢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安倍晋三的 安倍条款 它里面有五大项目 十三项原则 这五项十三条里面 都可以让日本有权出兵 当日本的生命线 受到威胁的时候 日本可以出兵 维持生命线的畅托 那生命线是指哪里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能源 百分之九十以上 依赖进口 那依赖进口的地方 最重要是什么 石油 日本的邮轮 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从台湾海峡经过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台湾海峡变成战区 或者变成那种潜艇 无限猎杀区的时候 受损的日本货轮海峡 一定会很受影响 没办法通过 对 所以现在变成说 你日本一旦要出兵台湾的话 会有两个 很冠冕台湾网 绝对可以拿得出来的理由 第一个是前几天爆载的 撤桥 它要保护日桥 所以它可能会出动 它的出云号 或者其他舰载直升机 来撤桥 这是水面上的 然后日本拥有世界上 前六名的水下舰队 它水下舰队维持的安全 就是要维护航 它的运输舰队 它的邮轮 那以这样子的方式 它是以维持日本的 生命性安全的方式 来制衡台湾海峡上面的战火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以日本的那种 划旋 含蓄说法 其实我并没有介入 你的台海战争 我只是维持我日本人的生命性安全 维护我日本自己的生命性安全 而且刚刚讲安倍条款 其实这个已经在日本修宪里面 安倍条款这个条件 是已经直接名列陷入了 而且是刚刚讲说需要国会 这一条还特别不一样 这一条是首相或者总理 可以用特别命令直接执行 不用经过国会 对可以不用经过国会 可以直接执行 就行政权就可以了 对但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那种美国的紧急战争法令 总统可以跳过国会直接下令 但这个必须到非常危急存亡之丘 才有可能去做 但是呢 我们现在想一下 2020年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2020年的前半年 除了疫情之外 还有水货 洪灾 然后这几年我们一直又在天后 像例如台湾现在50年未见的旱灾 日本如果也发生这样子的天灾呢 日本的能源 我们想想看 一个月以前的德州 因为大雪 整个能源完全断绝 电价涨了一百多倍 日本的能源能维持多久 日本的战备能源 号称维持40天 可是超过两个礼拜之后 就要进行全民战匙管制 主要的威胁 不就中国吗 对不对 那智慧队要做什么处理 对日本而言的话 他一定要派出他的舰队 做护航舰队 就像当初二战的时候 英国跟美国中间的货轮 会有护航舰队一样 在这个时候 日本就必须派出他的护航舰队 来保护他的货轮跟邮轮 那他希望说 经由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以警察护卫队的方式 用像以前古时候的保镖 我希望我经过的时候 我打鸣 我打鸣嘛 请你不要在这时候发动战争 来维持这边短暂的和平 然后经由这样短暂和平 再把这个东西扩大 其实像敏纳国岛呢 那是第二解决方案 我们讲plan B 因为一旦台湾海峡受影响 对不起 你只能到台湾东岸 一样可以绕远一点 但是会比较安全 可是呢 这个时候就要提防到 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为关岛跟那个地方 不管是用航空母舰打 或者用东风导弹家族来打 都一样很危险 因此为什么要在 云纳国岛那边设基地 那我可以讲白眼 就是一旦台海有事情 包括中国台湾或美国 已经卷入了 那日本有可能说 他会退居二线 或是说他退居 消极的角色吗 还是他应该有 更积极的角色扮演 我们应该反过来来讲 这个问题的选择权 不在日本而在中国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之后 对不起 现在战争打的是后勤 一旦战争开始打 我与其正面跟你正面交锋 对不起 我断你粮草比较快 我让你后勤 没有油没有弹 船出不了港 飞机降落没有办法加油 我把你后勤机器炸掉 你就没办法跟我打了 对 那我们刚刚讲 日本维持后勤 对不起 刚好是第一线目标 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强调 它东风快递 它可以全球部署 全球投放 连你航情中的航空母舰都可以当 更何况是各个基地点 一旦真的要打 对不起 后勤一定是第一线被打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说 日本想要怎么样 而是攻击发起方的 中国想要怎么样 才是我们需要去关注 OK 好 所以这整个的态势发展 非常明显 其实最主要就在于 那不断的强调 备战的中国 它到底要带给我们的区域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美国跟日本 现在是不是做好准备 来问完 怎么样看这样的情况 包括日本本身的角色 其实也是非常关键 你就看中国 它怎么出来发言 它就要求美国跟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它就觉得好奇怪了 美国跟日本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以后 你中共的一个反应竟然是 停止干涉中国的一个内政 你看中国就跳脚 也就是说从这件事情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本来日本面对中国 他的态度其实很隐晦 每一次美国跟日本 他们在演习都在什么地方 一定是在东海的地方 那但是呢 这一次啊 你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跟日本 尤其是日本的首相 飞到美国去 然后这一场会开下来 以后发表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 你去看 他其中去提到说 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威慑力 他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他都觉得很奇怪 美国跟日本 你在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区域和平的维持 让他稳定要有威慑力 对谁来讲的威慑 就是中国嘛 让你中国感受到说 我美国跟日本两个人联手 在这个地方 要让你中国感到这样的 我们的结合 对你中国是有一个威慑作用的 但是你从美日安表条例里面 注意去看 其实他讲的也不明显 他刚刚安表条例 你说2016年制定的时候 他只是跟你讲说 只要美国跟人家打仗 我一定做他的佩国 我一定给你补级 但是只要你打到我日本的智慧队 我就给你惊 只要你打到我日本的国土 我就全面回面性的跟你反击 安表条例讲的就这么隐晦 都在讲他自己而已 但是这一次美日 他们这样的一个高峰会以后 美国很聪明 美国就是跟你日本讲 以后面对中国的事物 跟在地区上产生的争端 我美国讲的算 我就不让你像你以前了 现在本来日本 他在意的全部都是什么 东海 所以每次演习 东海得 东海得 我们必须演习得 其实每次他们有强调 要区域和平 要台海和平 那现在主要的威胁在哪里 来我补充一个最新的 习近平在今天的博物论堂 他当中的说明 他就说呢 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 不能把一个国家的规则强加于人 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给世界带节奏 干涉内政不得人心 这不是在讲自己 再来万文斌说 这个中国要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这些话就刚好是美国 如果他们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出来 就把这句话改一改 全部又丢还给你习近平 那就是讲你自己啊 干涉内政不得人心 你面对台湾你是如何 你说中国现在要的就是说 我在台海这个地方 我就是台湾就是我的 我就是捍卫我国家领土的一个主权 这个中国的一个想法 美国的想法刚好相反 美国的想法是认为说 嘿嘿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如果不稳定的话 整个亚洲的情势 全部都失去平衡 没办法稳定 台海不能稳定的话 嘿你东海也别想稳定 那结果呢他认为说 你只要台海不稳定 你连南海都有事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法国已经 整个军舰 整个部队也全部开到 整个南海来 对要来 然后呢 这就变成说 你印度的也来 然后就是说美国说 你日本你不能置身四万 也就是说 美国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峰会里面 跟日本定调 面对中国 又不是你讲的算了 就是这样 照这样子来 要让整个区域和平稳定的话 那个中心点就在什么地方 就是台湾海峡 对 习近平怎么讲 哎呦我们世界要公道啦 不要霸权啦 嘿全世界看到的是说霸权 那个在亚洲地区一个霸权的一个崛起不是叫做中国吗 这现在每一个国家要的就是一个公道 这一次联合公报里面 联合声里面里面谈到的 其实都在谈中国 为什么 每日的一个联合声明里面谈到的 连香港也进来了 新疆也进来了 然后台湾也进来了 这全部都在讲给谁听 全部都在讲给你中国听啊 所以他现在习近平讲法 讲法的意思就是说 全世界不能把一个国家的一个规则 美国你不能把你制定的规则 强加于我中国 全世界的秩序 你不是你美国人讲的算 他就说 你将是干涉到我中国的一个内政 但是啊 全世界的一个觉醒 美国你单方制定这样的一个规则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 大家跟他一起来 的原因大家感受到 哎呦台海有势 东海生变 台海有势 南海不得安宁 如果在亚洲地区 这个权力失去平衡的话 你看 中国就他就有那个能力 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在各个地方 全世界工程类力 你看一带一路 害死了多少人 连欧洲他现在都跳脚 法国这些国家 跟英国这些国家 他军舰要从欧洲地方开过来 哎 那是有够买呢 对 站在巴国的立场 站在英国的立场 你台湾哪里有事 跟我法国 跟我 对他们哪里都这么积极 你我那么远 干我什么事啊 但 这些国家去意识到了 如果说在亚洲 失去了一个均衡的话 那没完没了了 中国的势力 风火连天 烧向全世界 所以 现在美国就定调 要亚洲的一个势力 要把它保持一个均衡的话 就很简单 台湾海峡没有稳定 没有稳定的东海 台湾海峡没有去稳定的话 亚洲 整个南海的地方 照样到最后一定是动荡 所以这次来看的话 全世界各国 你说法国跟日本 他再来接下来 你说在三个礼拜以后 开始也要军演 一个礼拜的一个军演的话 你说剑指谁 当然剑指中国啊 难道法国跟日本的两个人 在演习是剑指的旁边的韩国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就是说 中国这股势力不理性 中国跟美国之间 从本来单纯的一个 美中的一个贸易大战 到最后连军事上的一个对抗 大家以为他们是玩假的 大家叫一叫而已 现在不是 现在是美国去市井全世界 你们全部都给到亚洲来 亚洲这个地方 如果失去平衡的话 你们在欧洲 你们很远的地方 你们也别想安宁 所以就变成说 拜登上来以后 大家本来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什么 没理由去有中国 对中国应该会比较示弱 看起来完全不是 跟国跟国之间 然后整个区域跟区域之间 结盟的关系越来越紧 其实剑指的中国 就是对抗中国 最近的西南海域非常热闹 各国军舰都跑来咯 因为马斯廷号呢 中国就还以颜色 就派出了解放军 054A型的护卫舰呢 荆州号穿越这个海峡中线 那所以呢 就让我们渔民看到了 那同时呢 还有一位就是大家 这个最关注的就是 这个辽宁舰呢 因为他这个在海上呢 在这个海南岛呢 已经徘徊四天了 都没有动 其中有一天呢 是定点完全动也不动 那就让人觉得奇怪了 这个辽宁舰到底是出了 什么样的状况 是抛锚吗 因为现在拍到的不光是照片影片 连这个高清照片定点也都出来了 来宽哥 现在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西南海域 怎么老得成这个样子 一架航空母舰 你让他能够动 花一千亿的台币 你让他能够打仗 可能要花三千亿 到五千亿的一个台币 等一下军事专家可以跟各位说 为什么 做事小事 让他能够维持他的战力 三千个人在上面 要吃要喝要动 要把所有的武器都运转得非常非常顺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 中国这次六条船 浩浩荡荡出门要宣扬国威 想不到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现在搞成了国际的一个笑柄 现在更甚至于成为了一个打卡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底这一组航舰能不能动 为什么会搞成这副德性呢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南海有多热闹 刚刚不是跟各位说吗 辽宁舰出来 然后呢带着动武2D两台 带着动武4A的荆州舰一台 带着动武5的南昌舰一台 还有呼伦呼号九栋腰 这一台五万吨 就这样子浩浩荡荡出门 很恐怖吧 他们说我们这次出门 带出来的飞弹 比德国的飞弹还要更多 然后就出来咯 出来之后沿路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后面各位 中间刷招招去 为什么招招去呢 先来跟各位谈一下 所谓的辽宁舰 辽宁舰它的原始设计 它不是设计让你做长途跋涉的 所以呢 它们原始在俄国的一个设计 是在半数 它们的时数是在15节到18节左右 它可以航行15天 然后呢如果全速运行 大概是在30节到31节 它可以运行6天到7天 油料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这次出来 要带一台九栋腰的呼伦湖补给舰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它船跑不久 可是回归到这个原理 它这一条船用4颗柴油引擎 用8颗柴油发电机来做供电 船上满载可以满载3200个人 目前是半载的一个状况 怎么会搞到最后你不能动呢 为什么呢 本来大家想说我中国要宣扬国威呢 为什么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呈现 所谓的一字形的一个排列 正常来说的话 航空母舰要呈现所谓的菱形排列 航母它如果在没有其他的战船的 帮助之下 它是活动靶船 它是铁棺材 它又大又平很好打嘛 所以要前后左右各有四台保镖 结果后面有一段时间 它拉成一直线 那拉成一直线 本来市场是在全世界的军武专家都在猜 猜说 这会不会在练所谓的阅兵阵型呢 会不会是习近平要来做阅兵呢 可是后面看看也不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状况 现在辽宁舰变成动弹不得 为什么呢 刚不是跟各位说 它出来要有一个队型吗 现在的队型很凌乱啊 呼伦呼号在很远的地方 动物的南昌舰也在很远的地方 现在变成四架的 美国伯克级的驱逐舰 在保护着整个辽宁舰 这个很夸张 美国驱逐舰变成护卫舰 因为离它比较近嘛 所以高清照片也出来了 然后呢飞机降落的照片 整个在整个网路上哦 就在整个自媒体上面 直接po上网 中国还居然把它拿出来做宣传哦 这真的是很夸张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船为什么不动 三个可能嘛 一个没有油 一个引擎坏掉 另外第三个 它不想动 现在就整个架构来说的话 忽伦福建已经回去了 那已经回去了 它已经回到三亚了哦 所以代表着有没有油 有油 那你说它不动吗 不是不动啊 停在那边 那现在变成 最可能的一个状况是 轮机坏掉 那轮机坏掉 有没有操作程序呢 有啊 各位如果在路上 我们台湾叫做叼掐 叫做垢楼 叼掐跟垢楼要怎么样 找拖车 找吊车来吊走嘛 那现在麻烦是 它一条船挂在这个地方 旁边三台伯克级在保护它 它如果说从三亚军港 出现两条军船 拖船把它给拖回去 那丢脸丢大啦 我要跟各位说 刚才所说的一个 从宣扬国威 来到国际笑柄 就会成之前 我们跟各位说的 原来花了几千亿 做出来的是纸老虎 但对中国人来说 现在最难堪的是 2021年中国海军 总共花了一兆六千亿台币 当作海军经费 过去十年当中 大家都说 中国下战舰 跟下饺子一样 他们已经号称 全世界他们的宅水量 天下第一 可是这次出来 大家看一看 这个舰队不能打 对 到底怎么回事呢 辽宁号一动也不动 所以就引来围观 所以美军的三艘驱逐舰 就赶来一探就近 从这卫星图 这个照就可以看到 辽宁号是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 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 而且是有这个一艘 两艘三艘 那中国自己的护卫舰 包括什么052D等等 是在这个旁边 所以有三艘美舰在这边 几乎已经快变成了 辽宁号的护卫舰了 所以瑞德哥到底出现 什么样的状况 他这样子被人家嘲讽 辽宁号几乎是在海上裸奔 让美军看光光了 今天如果是美国的十几个 航母战斗群 请问他的航空母舰的 后面会不会有两艘 外国的军舰在那旁边 然后前面会有三艘 外国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军舰 在旁边 然后用个手机在拍 你们的飞机起降 不可能吧 不可能啊 为什么 早就想不到把你们赶出去了 为什么 给我滚离开 为什么 你如果是无害通过的话 像这次罗斯福号跟这个辽宁号 他们战斗群在南海 会擦身而过嘛 在公海擦身而过 这还可以接受 但是你我就让人家亲门打后 然后就停在你的后面 停在你的前面 然后大家用这样的方式 监控着你嘛 你就形成人家开玩笑说 变成打卡的热点嘛 为什么 我看得到你 就表示我打得到你 航空母舰是 大概是所有的战斗群里面 大概是防卫能力最差的 因为他不需要 他的功能就是起降 起降 就是这样子嘛 飞机起降 请问你辽宁号上面 载了多少舰载机啊 歼15 多少架 25架 你知道吗 一个基本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你载25架有什么意义 那当然他把它当作这个 所谓的瓦梁格号 乌克兰的瓦梁格号 把它当作这个训练舰 这是OK啦 但你一方面 你又要出来耀武扬威嘛 然后呢 一方面又这个样子嘛 刚刚其实 敏关讲得非常好 为什么 辽宁号的地标 就是他一纵油一启动了以后 整个瓦梁都出来了 冒烟了 对啊 那都不用雷达看 我们看他黑黑的就知道了 问题就在于 他要省钱 所以呢 一燃烧纵油了以后呢 他烧的那个燃烧燃料呢 又非常 他最多最多就是15天 你15天之后 我跟你说 陈伯的我美军 我今天就不用打你了0号 我打你旁边 油断补给键就好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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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一个是回去港口 另外一个是另外一艘来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嘛 大家一动也不动 好像也没有发动机 因为没有冒烟 从好的地方想 从好的地方想 因为我都替环球时报的 总编辑胡锡进 找到了借口跟理由了 我们在训练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进行训练 我们在进行一个 非常缜密的一个训练 那至于为什么 一动也不动那么多天 那我不跟你讲啊 我为什么跟你讲 你知道吗 一动不到那么多天 就被人家干掉了 我讲坦白的嘛 这一次 那么中共犯了一个 很大的毛病 你知道有一次 我忘了是山东号还是辽宁号 过台湾海峡不是故意 半夜慢慢来 有没有 激进这个慢慢把 慢慢来 回去以后 他的海军司令员就免职了 你知道吗 本来是要 本来是要这个 等于说慢慢来 要恫吓台湾嘛 刚好让台湾说 我的飞弹如果来得破 应该怎么打怎么打 战术 你刚好被台湾当作 一个箭靶 一个靶船嘛 那么其实这一次呢 本来是中共一个好机会 为什么呢 他的万顿局的 这个驱逐舰呢 动五五啊 这次南商号有陪着来 第一次陪着来 他是去年第一次下水服役 那么今年的三月第一次 那么经过日本海 这一次是他第一次 那么陪着辽宁号来 我跟你说 我们今天啊 知己知彼才能够摆散摆胜 动五五 他不是只有他的万顿级而已 他的雷达先进 他的相关的飞弹先进 他的鹰级飞弹是非常先进的 他如果在的话 博克级的马斯廷号的舰长 那个脚本来翘在这边 会稍微缩回来一下 为什么 我跟你说坦白 起鼓相当啦 我们今天讲坦白的 但老公有几条 两条而已 一个就是一个一个 南昌号 一个拉萨号 就两条而已 然后呢 这几天不是 为什么 他会让他去旁边 旁边有一条 动五四 非动五四 非弹这个等于说 护卫舰 对不对 当时出来的时候 十几年前出来是不得了啊 中共的网军里面形容是 带刀侍卫 你知道吗 我就想到南峡展昭 南峡展昭的波后包大人吗 对 结果后来发现一件事啊 他们的 我又忘了是山东哈还是辽宁号的 反正就过台湾海峡 全速前进 结果包大人在全速前进的时候 我们南峡展昭在后面说 稍等一下 结果航空母舰走了 飞弹复卫舰不会有啦 你知道吗 他的动力很差 问题是动力很差 为什么特别讲这一艘 这一艘就是前几天越过台湾海峡 中线到那个澎湖台湾前台 药武洋温那一艘啦 荆州号就是动物4A 动物4A对我们台湾来讲 这毫不畏惧啊 为什么 他的雷达也好 他的这个等于飞弹也好 都比不上我们啦 重点来了 我不懂老公到底在想什么 我刚刚不是说动物5很可怕吗 两艘 动物4A这么不堪一击 进海而已啊 你把他拿来护卫航空母舰干什么 他本来盖30艘就不盖了 现在要盖到50艘 各位听清楚 他动力不足雷达落伍 然后飞弹又不怎么样 对不对 可问题我就不懂他为什么 量以量取胜 他现在以量取胜50艘这样 他最大的功用是干嘛 你知道吗 到雅丁湾去对付索马利亚海盗 就是这样而已啊 抓海盗用 这样最大的功用啊 驱赶海盗用 我不是在看不起他 我一直在说咯 小心他的动物5 动物5如果在 你看你没有发现动物5 都没有在这个辽宁号的旁边 动物5真的在辽宁号旁边的话 美军跟日渐大家 大家会稍微注意一下 防空反潜反舰很厉害的 你知道吗 那我就不懂啊 我不懂为什么 你最那个南辖斩兆有没有 应该是南辖斩兆 你把他钓在旁边去 不知道在做什么 结果呢 你是钓那些阿妈阿狗的那些东西来 美军刚刚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嘛 所以呢 中共辽宁号这次出来 为什么会被全世界 耻笑的最大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嘛 整个战术是完全错误 我继续请教这个申军兄 怎么样看 辽宁号到底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还包括 刚刚瑞德哥也提到了 这个荆州号 他穿越海峡中线 跑来我们这边 是说这个渔民有看到 那我们的成功舰 或是我们的军舰 有没有办法对这些 包括什么荆州号 甚至是这个辽宁号 进行监控呢 监控的话一定可以 因为毕竟我们采用的是 美系的电子作战跟雷达系统 跟二系的电子作战 跟雷达系统比起来 我们占的优势会比较多 但可能会有数量上会有一些问题 但其实我们现在要回来 平反一个冤屈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帮辽宁号讲句话 他其实蛮可怜的 辽宁号在1991年的时候 因为苏联解体 所以停工 那时候他的完工程度 只有67.9% 然后就封存了 因为没钱 所以他几乎是废弃了 对就只有盖到一半多一点点 就放在那边 然后呢又被什么富商买过去 要盖赌场 又偷偷搞一个084工程 怎么样 等到中国大陆 真正把辽宁号 可以拿出来的时候 我刚刚讲1991对不对 中国大陆正式宣布 辽宁号成军是2012年 已经过了快二十几年了 这二十几年了 对不起 很现实的意思 俄国系统的船舰锅炉设计 本来功率就不是很好 而且又是一个半完工 中间又放了二十几年 一艘船泡海水泡了二十几年 你再怎么油漆 再怎么样分装 用台语来讲 以后也不会完转 等于是到烂尾船 我不知道 他们烂尾收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二零一七年 辽宁号 声势浩大的防港的时候 所有的香港的摄影师 全部拿大炮镜头望远镜头一拍 才会发现说 这个大国军舰实在很垃圾 真的是垃圾了 他的床边的油漆不对 没有补满 就机斑斑 比那个货轮还不如 在进菜 对 然后呢 因为辽宁号进港 那两天的香港空气 空气污染 double 一艘辽宁号 就让整个香港空气污染 double 那你今天说 刚刚瑞德哥 帮胡总编想了一个 借口说辽宁号在训练 但基本上呢 胡总编如果真的讲起来 那就会被全全世界 懂军事的人耻笑 因为航空母舰 在海面上起降的时候 是不能禁止的 为什么辽宁号可以跑到 驱逐舰追不上 他有三十二节的战斗航数 为什么 因为飞机起降要逆风 对 所以不管是你起飞降落 飞机都要逆风 你如果不逆风的话 会怎么样 很简单 飞机的payload要降低 负责要降低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来 讲一个问题 从2012年到现在 13年过去了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辽宁号飞机的起降是挂弹的 他一直是以训练舰的方式 在我们面前 他飞机起降 你如果只有机炮 你以为现在是 一次大战还是二次大战吗 没有飞弹的战斗机 你能有多少战力呢 更何况说 你还要带鱼雷跟 鱼雷跟那个地方 就算是你真的能够带好了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辽宁号的起降作业 当初没有完整的跟俄国人买 而且俄国人他也没有完整的起降作业 辽宁号的起降作业 10分钟起降一降 然后呢 1015的续航能力其实只有半小时 所以你如果要起飞四架编队 等你第四架起飞的时候 第一架已经要有人加油了 不然就飞不远了 而且辽宁号上面没有加油机 所以他是没办法做的 他先天的限制非常多 对 先天的限制很多 那加上你后天的限制 辽宁号可怜到什么程度 他委屈到什么程度 他委屈到他停在他的青岛母港 引擎都不能熄火 因为熄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动的起来 这样子啊 对 正常程序 辽宁号完全熄火 锅炉冷却到发动 标准作业程序10小时 10小时 那他现在在海上定点 那他这样到底引擎有没有启动啊 你看有没有烟嘛 没有烟 看起来没有烟耶 对 看起来没有 一片晴空 辽宁号上面有三种不同的油 主要锅人用烧的是重油 船上发电机用的是柴油 以及航空母舰那些飞机用的航空缆油 对 那你现在看的话 对不起 你如果主要要推进 一定要烧重油 没有重油没有烟 我们最合理的猜测 锅炉出问题 而且除了锅炉出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 它可能是手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海军才会知道的 它的螺旋桨碎掉了 海军的船 如果海军都知道 你海军船要加阳极电极下去做 你如果不做的话 那个螺旋桨叶片 会跟苏打饼干一样 一层一层的碎裂掉 一旦碎裂掉之后 你就没办法维持你的推进力 这样子就有可能 更何况自己泡了那么多水 所以它现在内部 是不是要赶快紧急抢修 如果啦 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它还是等待救援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现在好像没有船拖得动它 对它那么庞大 不是不是不是大的问题 是我们讲 我们拖汽车要什么东西 要有汽车挂钩 辽宁号没有挂钩 可以让你拖 没得挂 没得挂 没得拖 你不能这样子硬拖甲板 硬拖船弦 那个会拉断拉裂的 所以要怎么样拖 然后中国大陆绝对不可能 把这个东西委外给弄 国际救援船舰去拖 中国大陆的军舰是没有救援能力 你不要说军舰啦 像我们以中华民国来讲好了 我们连战车都有专用的M88装甲救济车 不是说战车坏掉又另外战车不行 要有标准的装甲救济车才可以拖 船也是要装标准的船去救援 去深海救援海盪救援跟拖曳 所以假设他现在抛锚 等于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没得救 现在可能他们所有的海军官员都在想 到底该怎么救 在不失面子的情况去解决 其实大家在想下来一件事情 在4月11号4月12号 我们有没有发现说 为什么南海突然间一天八艘 九艘十几艘25艘 这是掩护行动 他其实更害怕我们去 我们也发动我们的空军去砍 那就更难看了 对 更难看的情况恐怕 全世界各地的军舰 恐怕都要赶去一探究竟 到底这艘航空母舰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面与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老共的航空母舰 如果出现这种丢脸的情形 后续该如何处理 恐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了 明显怎么样看这个情况 也包括我们现在奴隶的让我们的国防升级 拜登最近可能也要批准这个军售 这个自走炮等等 那首批军售BBC也解读了 比川普政府的速度还要快 刚柳老师有特别提到 就说大陆不论山东号辽灵号 虽然山东号他们号称自治 可是我想他们的技术 你跟美军比起来 那真的是十万八千 那差很多 你一个潜舰不是单只一个 不是啊 一个航母不是单只一个航母出来而已 他必须说巡洋舰 驱逐舰 潜舰 相关所有舰队 出来所有护航舰 一个航母舰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 一个战斗群 一个战斗群 包括攻击群 不同美军编制 美军超过十个航母战斗群 而且都是核子动力的 真的战力完全没办法比 所以老讲 老共讲说他2025年要到七艘自治的航母 这是我说得很好听的 你以他的国力做得出来吗 还有依照他的技术做得出来吗 那个落差还是非常大嘛 所以刚刚尤老师也特别提到 你不管山东跟辽宁 他只在作为训练用而已 所以有媒体询访说 他有点像紫老虎 事实上也是差不多了 他真的可以作为像美军一样的一个 航母的攻击或战斗群 有那种战力吗 那不会比的啦 所以差很多啦 不过当然 他作为他的训练 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像美军一样 走向类似攻击群 战斗群那种战力 这当然我们要持续观望 那我觉得说 刚刚大家讨论到这几天最热的说 美日大概就说 过去讨论美日安保纳入台湾 那现在很明确的说 就台海周遭 包括台海的安全和平稳定 美日所关切 我觉得这是正面发展 那之前在讲说 在美日高峰会面之前 陶德有先来台湾 谈了大概也这件事情啦 依照外交惯例的话 应该美日高峰会完之后 AIT甚至美方搞不好 会有其他的管道跟台湾做说明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啦 所以接下来比较观察说 美方对台湾 会不会出售更高阶的一个武器 所以像我们提出来 就说AGM-158 这是装在F16上 远距离射控外的 距离外的空对地 飞弹这很重要耶 过去我们买不到耶 这等于是攻击性武器 它的射程是 它的射程370公里 可以打到对岸去了 F16如果这样子 如果装上 过去是美国不愿意卖给我 跟潜舰一样 这等于是有点攻击性了 如果真的 真的发生到那一刻的时候 F16是可以飞到大陆沿岸 这是可以对地攻击耶 而且它如果新型的话 它不只空对地而已 它可以空对舰 它可以对舰攻击耶 它是美军现在配备的 最高阶的空对地的 所谓远距离四距外 你看不到啦 但是射距外 它是在目前是 那个四距外可以 370公里 所以它的攻击力是很强的 这只要买得到的话 对台湾F16 我们所谓的四距外的攻击距离 增加很高 所以现在看美方 会不会核准嘛 那第二个 现在在讲说 核准我们的是M1.9 A6 我当兵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有配备腰洞9 哦 泡很大泡 我们在那个 只要那个腰洞9 那个自走炮走出来的时候 我是 我装甲驴 我们配备一個 炮兵营 腰洞9炮走出来的时候 整个连 那個車走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驚人 那現在最新的是要配備腰動九的A6 一輛可以抵過剛剛明先講的三到五輛 一輛可以抵過三到五輛 一輛M腰動九A6就抵上一個炮兵連 所以當這兩個武器可以買得到的話 代表說美軍對我們更信賴 而且出售我們最先進的武器 我覺得這是好事情 所以這兩項武器 如果都能夠順利取得對我們的戰力 我們的防衛能力 恐怕可以比過去提升非常多 包括還有空對地的飛彈 怎麼樣看這樣的情況 路要一步一步走 那麼飯要一口一口吃 我也希望啊 我也希望AGM-158對不對 能夠賣給台灣啊 去年到現在川普賣給台灣的武器 很多都是當年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想買 馬英九連監設的單兵作戰 監設的那個赤真飛彈都買不到 去年250套賣給我們了 後續好像1400多枚的赤真飛彈 對不對單兵的也賣也要賣給我們了 為什麼 四真飛彈如果這一個單兵的 落在這個黑式恐怖分子手上 那不得了啊 對啊 那個很可怕的一件事啊 最有名的事情就是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美軍有好幾好幾百句 落到這個像神學士的手上嘛 對不對啊 所以美軍吃了大虧 那麼但是他賣這些武器的時候一定有他的道理啊 我們雖然沒有買到AGM-158 你知道他們美軍不賣給我們最大的道理 剛剛不是說航程370公里以上 不是航程 是他的逆中功能 逆中喔 所以他有這個功能 所以美軍才會評估 在暫時不賣 希望以後賣 但不是都沒有賣我們啊 各位去年賣給我們的這個空對地的相關的飛彈裡面呢 AGM-84H對不對 他有賣給我們啊 他的射程是270公里 270公里你在什麼意思嗎 F-16一起飛就可以發射了 打到對岸去 打到如果飛到海峽中線 砰的可以打到不知道到哪裡去 可能到江西去了你知道嗎 所以他已經有進步 他可以賣給我們射程270公里的這個AGM-84 他已經是過去不可能賣的東西了 那包括這個啊 海馬式的火箭彈啊 射程300公里有沒有 你們想過如果把他放在東引 如果把他放在澎湖 更遠 打到他們內陸去了 所以現在不是說只有射程的問題而已 還有他的精準度 那不是有人在批評我們賣我們那個魚叉飛彈 說射程只有120公里嘛 對不對 可你不知道的是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飛彈還是用天上的GPS 請問天上GPS是誰的 美國的 那你知道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 一顆飛彈發射到基隆外海 一顆飛彈發射到這個左營外海 雖然講說是阿飛白有說嘛 那是亞巴彈對不對 可問題是這兩個亞巴彈最後掉哪裡 美國連中共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他用美國的GPS 美國突然間悄悄的把GPS關掉 所以這個就是後來為什麼他去發射 發射一大堆的北斗系統 衛星GPS嘛 沒有 美國現在已經研究出來 如何把你的北斗衛星一樣幹掉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是疊對疊嘛 我們當然希望買更好 不過剛剛明顯講到一個非常好的就是那個 M109A6 現在鑒於 因為國防 我們的國防部大概是全世界最保守的 反正美軍沒有公佈之前 美國沒有公佈之前 我們都不承認不否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現在沒有意外的話 100輛大概會先撿 先牽起40輛等等啊 不過這個宣誓意大過這個數量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浙江是拜登上任不到三個月第一筆給我們的 去年川普說要給 但是一直都沒有下來 那這個自走炮 我跟你講自走炮的配合戰車 但是一直不如戰車 但M109A6它是 自己就是一個指揮塔 指揮體系 所以呢它有無線電 又有GPS 又有所謂自動裝填 然後鋼鐵人 你看過沒有 鋼鐵人電影前面一大堆數據有沒有 他自己計算了以後 電腦自己抓砰就出去了 一分鐘八八砰砰砰砰砰砰一直打 你知道嗎 打了以後就走 打了以後就走 所以他讓你抓不到 他唯一的缺點是 他的射程只有30公里 可問題是剛好適合我們台灣使用 為什麼 台灣的山區跟平原 因為你絕對不是像演習的時候一樣說 我們把M10A6就排出 排在這個沙灘上準備要監底 不會這樣的 這樣對方的空軍跟那個 對方的那個島就被打過來對不對 你去遠壁躲在什麼地方嗎 躲在橋下躲在什麼地方 然後可以對準幾十公里外的地方 砰打過去這樣子 而且非常準 一發他155公里 所以一發打下去 再加上我們現在還要買他的 這個精準導引砲彈 各位 砲彈通常我們打出去 都打出去的嘛對不對 這個精準砲彈會自己轉彎啊 你知道嗎 他會轉彎 他是小型的飛彈啊 他小型飛彈 而且他非常準 一進去以後 中共的什麼動15 什麼動95一樣幹掉 你知道坦克一樣幹掉 可是他有個缺點 他一枚要700萬台幣啊 很貴 一個砲彈要700萬台幣啊 現在如果美國他願意賣 然後這些東西給我們 我們現在有講白了啦 我們現在能夠買到這個東西 是我們台灣自己研發不出來的 就是要對抗中共嘛 有這些東西就告訴你說 你不要蠢動哦 你不要來 你來你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你知道嗎 不要想說 他們不是現在在打造 不要說動55啦 還有動拐腰的兩棲床屋登附艦 還有動拐5 最主要動拐5的兩棲 這個戰那個戰鬥艦 這個這樣過來以後 會把大量的戰車啦 氣墊船啦 還有相關的阿兵哥 全部都弄過來嘛 再配搭配他們武職時 相關的這個武裝戰鬥直升機 這樣過來 他的戰術就是飛彈 飛機轟炸 然後緊接著來過來嘛 所以這就是老共的一個策略 那我們要針對他的策略 如何讓他付出慘痛的代價 你的坦克就算可以上來 你阿兵哥 你不去身屋派三把三四百枚的子彈 你的戰車坦克可以上來 裡面不過三四十枚的炮彈 你的後勤補給你到哪裡去 而且你知道我們台灣現在 連你的後勤加油 你可能都加不了油了 至於為什麼加不了油 不要跟你說 所以你就知道 所有的打仗打的是後勤 中共現在就是恫恫恫恫不斷的恫你 用飛機你沒有發現 他現在來了什麼殲16啦 什麼二十架啦 幾架啦 我們現在台灣人都沒給你動作幾回輸 你都在嚇唬台灣 你用這個台灣人不是被你嚇大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保護自己 美國成功嗎 從美國身上拿到更精密的武器 我非常的高興 我也希望F-35 F-22明天就賣給台灣 可是問題是那是我們的遠程目標 我們進程目標先把 先把拿得到手的武器拿過來 你不要忘記從去年賣到現在 我們台灣已經買了幾千億的武器了 這需要時間去消化 也需要人員的訓練 再來關心中國的內部狀況 似乎充滿了謊言 謠言與這個矛盾 我們來看到 因為最近疫情非常的嚴重嘛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打疫苗 那特別是中國的疫苗 可以獲得自己人的信任嗎 似乎完全沒有 我們看到就是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 他就在他的微博上面就說啦 他說有人表示呢 能幫我搞到這個輝瑞的接種 我說算了吧 萬一我不走運呢 趕上報導說的 這個小比利的麵攤啊 我這麼俊的臉 保險起見呢 還是國藥好了 所以呢 他在這個文章當中似乎顯露出 原來他們自己人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疫苗 所以可以去國外搞中所謂的輝瑞疫苗呢 結果這文章PO出沒多久之後呢 他就趕快刪文了 要請教我們的靖茵醫師了 中國的疫苗是不是顯然 他們自己都不信任 所以才會說 可以有辦法搞到輝瑞的來接種 他寫這一篇是馬屁拍到馬腿上啊 就是他本來要拍馬屁說 我們國藥的比較好 有輝瑞的我也不要打 他還故意酸了一下輝瑞 說什麼打了都會面癱嘛 所以他本來是打算就是表示說 我好棒棒 我好支持我們國產疫苗 可是他這個話為什麼到後來刪掉了 因為我相信他齒文一出 大概電話接到爆 就是一堆人問他說 哪裡有哪裡有 我要輝瑞的 哪裡有哪裡有 那個輝瑞的如果打得到 告訴我我要打 你不要我要 所以一定是出現了這樣動作 他發現不對不對 這個他透露出官員之間 有另外一條管道 可以拿到國外的疫苗 所以他只要趕快把它刪掉 所以他這個動作 就是我說他本來 他意圖想要告訴大家說 人家我覺得國家的比較好 我不要打國外的 他想要凸顯自己 我一定接種國產的 他打算出來顯示 我不要國外的 結果我猜啦 就是他透露兩個資訊 一個國內 他們中國國內有輝瑞的疫苗 而且不是透過正常管道 我補充一下 像台灣現在我們有AZ對不對 那你會聽到台灣有人講說 我那邊私下有兩支 你要不要來打嗎 不可能你還要去醫院登記 像據我所知 北部的醫院民眾施打 登記到4月30全滿了 哪家醫院公開透明 我可以施打到哪裡 多少量 大概每天都會update 那他們一定就是 大家發現說 原來有私下的管道拿得到 再來第二個事情 他本來是打算表中 他想要打國家的 結果大概身邊一堆人 都跟他說 那你不要的話讓我知道 他們自己的所謂的 中共的高官這邊發現 不對你這消息出去 大家來跟我搶 我怎麼搶得到輝瑞 所以他才趕快把這篇文章刪下來 對 所以他們這種情況就是說 他們自己的國產疫苗 他們自己的高官 完全都沒有出來這個示範接種 那也難怪他們 因為過去有很多的疫苗的黑歷史 所以自己的民眾就不信任 那也這顯露出這些中國的高官 他們連疫苗都有特攻 特別攻擊 所以包含他們的什麼 什麼醫療啦 食衣柱形啦 米啦蔬菜等等 這些都有他們的特攻管道 其實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原來真正的共產主義 理論上應該是大家都是公平的 可是你現在看中共政府的 所謂中國的現況 他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啊 他比民主制度還要不公平啊 民主制度至少像我們說選舉來講 你只要能夠獲得民眾的支持 你就可以到某個位子上 可是中國政權呢 中國中共政權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那他這裡面這樣的資訊 其實大概可以看到幾件事情 中國他們那時候在做疫苗的時候 其實你會他們說要開放多少人 沒有數字 可是他們開放了很多叫做特別緊急使用 某某高官的親戚 某某高官的朋友 某某高官自己 因為他們那時候很怕嘛 怕這個武漢肺炎 因為疫情還沒下來 所以他們當時是非常多沒有在原來研究設計裡面的人 通通都跑去打疫苗了 所以他們自己內部知道說 第一個這一群人打完到底有效沒效 不知道 第二個當初原來的實驗根本沒有標準做完 你跟其他國家比人家也不信你 自己國內他們的專家也會發現 這個東西就不能信 所以他們內部的這些所謂中國的這些高官 我相信啦 以他們的那種內部不平等的狀況 他們的高官應該多多少少 其他國家所謂西方這些可信的疫苗大概打完了 所以我們說了 中共的一些真相 如果真的把它講出來之後 不曉得他們自己的人民作何感想 但是現在老共很厲害 他們下令要全力的歌功頌德共產黨 因為他們包括全國的這些教材 統一必修 通通都要讀習近平思想 我們看到他們所推出的 包括這個圖書館 就都要提供習近平思想 相關的包括這些什麼國外的什麼企業史 什麼比爾蓋茲這些創業史 通通不能讀 連這個童話 什麼格列佛遊記 這個也通通都不能讀 來寬哥 所以包括英國的國際學校 都打算要前往越南埃及等國 要另行開辦 因為沒有辦法 他們的網路作家都說了 中共百年用白骨堆積的血淋淋歷史 已經到了最後的瘋狂了 我這一段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來跟各位做說明 其實最近有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比較不清楚 前上海市長楊雄 68歲 突然間心臟病發就死掉 然後他是江派的人 最近有很多的陰謀 但其實有在中國官場 跟他們做交往的人都知道 中國的高官有一張紅卡 這張紅卡就是很多的高官 會隨時帶在身上 因為你突然間如果生病 或者讓你送到醫院也沒有人認識你是誰吧 但如果你是政府的高官 政府的藥員身上會有一張紅卡 這張紅卡就可以判讀說 你這個來到醫院你就不用排隊 來到醫院你會有比較好的醫藥來給你做供應 甚至於你到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你顯示出這張紅卡之後呢 你就可以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管道 例如說到餐廳去也不用排隊等等 他們中國大陸的民間有這個習慣 識別他是VIP特殊人物 對對對 但聽說這次楊雄他出事的時候 第一個紅卡沒有帶 送去醫院的時候就在急診室等 然後等完之後 當家庭的人把紅卡送過去的時候 又送錯醫院 所以後來他就在上海的華山醫院 68歲他就死亡了 所以第一個中國的高官 其實是有比較特別的待遇的 那我們談論到思想這部分 談論到思想這部分 我就覺得其實最近我就很擔心 為什麼呢 中國上一次推出全國同一思想的時間點 各位就在50年前 那時候中國在做文化大革命 那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後 大家也可以去翻很多的書 我曾經去中國去看過很多中國的書 那可能現在也沒辦法過去了 後面再去把它做資料做複整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單一思想系統會出現很大的一個麻煩 就是第一個社會沒有足夠的一個多樣化 第二個會讓集權領導來產生 但目前50年前的事情到現在重新在發生 我們就可以發現 習近平來到這個地方 他一直在推他的習近平的一個思想 那習近平的一個思想很麻煩的一個地方 是在於習近平他學的是什麼呢 各位你去想喔 他在福建當整個福建省的 審委員的時候他等於是神主席了喔 幾乎跟總統一樣大了喔 他去念博士班 然後他去念博士班的時候呢 他的博士的論文是什麼呢 叫做共產黨馬列主義 所以他是把毛澤東的思想 馬克思的一個思想完全放在他的腦中的 但是有沒有跟這個世界來做與時俱進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個總結 第一個疫苗的部分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胡錫進 各位你去想想看 胡錫進這種卡小 論資歷沒資歷 論外表沒外表 常常在做走中 人家說他俊了 對啊他還可以這樣子直接說他那麼俊 可是重點是有沒有位居高官 有所以第一個聽話的有糖吃 然後呢就現在來說整個習近平我們可以發現 從現在的一切的一個架構來看的話 他最擔心的是他手中的權利 那其他的事情呢 其他的事情他一點都不在乎 都不在乎 所以他只在乎自己的權位能夠保住最重要 所以50年前要那種精神教育 現在又來了 他們要宣傳建黨百年 歌功頌德共產黨的好 社會主義好 偉大祖國好的時代主旋律 講完這個來一碗 我剛剛好像在照本宣科講這些 可是他們現在已經倒退回50年嗎 確實你注意把它看 習近平現在所有的作為裡面 不管是對外或對內 你說這一個人本來說 過去中國的歷史裡面 你說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 都是隔代在指定 大家指定完以後 你看了兩屆你就要走人了 其實到了習近平手上 完全會不一樣 那如果他想繼續掌權的話 你看他前陣子就是把整個憲法給修改完以後 他整個國內裡面 為什麼都好像看起來 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那就很簡單了 他就一步一步來 clich抵抵抗 Fleet kisses lifts 說 怎麼樣